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九条 欢迎收看香格莉拉边境漫画二双解说 上回说到三浪,埃姆尔和朱雀合理拖住吕卡翁 三浪释放黄线护臂的魔力干碎了对方的架把 在众人的掩护下 塞格林的末日审判终于成功发动 解决了吕卡翁的分神 没错,这一只竟然只是影狼而不是本体 并且三浪的诅咒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只见三浪的身上冒出了一些黑气 此时他想起了诅咒的说明 击败诅咒的源头可以解除诅咒 既然如此,击败了影狼的自己 应该就可以恢复自由身了 一想到自己马上就能摆脱这个 走在路上都能被人歧视的半裸形象 他竟然开始有点舍不得了 埃姆尔表示你竟然也知道自己变态 撒,为我解除这可恨的诅咒吧 下一刻,一个Q版狼头冒出 还没等众人搞清楚状况 那只狼头便将三浪一咬口住 不对,一口咬住 顿时,众人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三浪还在挣扎 但依旧逃脱不了这个奶中的狼头 然后便被完全含了进去 只见那只狼头似乎还相当仔细地 用舌头舔射了一番 最后吐了出来,还带着一些唾眼 那副表情似乎在表达一个意思 这个鸟头味道太差 此刻的三浪就像是一块被吐到地上的口香糖 不过他觉得只要能解除诅咒 他就可以忍受这短暂的屈辱 然而,这个诅咒应激似乎没有消失 不对,自信点把四浪去掉 反而是变得更加深了 这一下直接把三浪给整不回了 鼻涕都从鸟头套里冒了出来 系统提示 吕卡翁的落伤 对于打败叶子帝王分身的人 吕卡翁不再将其视为猎物 这是值得他亲自猎杀的敌人的证明 也是获得最强中认可的强者烙影 这个刻入灵魂的诅咒 只有打败黑狼真神才能解除 没错,诅咒不仅没有消失 还变得更加逆天了 连那位圣女都已经解除不了了 接着,系统还有说明 等级比拥有落伤的玩家更高的怪物 会积极选择战斗 凡之选择逃跑 拥有落伤的玩家使所有诅咒无效 与NPC对话获得补证 无法改变信仰 落伤存在的部位可以装备道具 但是装备的道具经过一定时间会被破坏 经过一定时间会被破坏 一定时间会被破坏 会被破坏 破坏 破坏 算了,实在受不了了 这是什么暴翼play 他要严查游戏制作组的插皮 他对着那只狼头破口当马 RAM退货 然而对方只是姐妹一笑 发出了咕噜咕噜的不明声音 然后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此刻的桑勒就像是被人抛弃的怨妇 想要苦苦挽留对方 看到如此失落的他 一胖的丘尖倩提 去跑几圈提提神 魔鬼本鬼的水势 接着塞卡林提到了这个特殊剧情EX 桑勒解释 这就是要和特殊怪对决的任务 在场的三名玩家都接到了这个任务 事已至此 关于特殊剧情 已经没法再完全隐瞒下去了 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三乐已经放弃思考了 另外 关于报酬中的特殊状态 指引的灯火 系统说明如下 在昏暗的黑夜中 指引通往夜之帝王的微弱火苗 寄宿在身上的状态 当夜袭绿卡翁出现在一定范围内时 他会指明方向 三乐接受了这个特殊剧情EX 这一下 这个仇算是和绿卡翁彻底的结下了 无论上天入地 他都要将他彻底击败 然后 他表示除了邱金倩他们以外 这一次要特别感谢林 不光协助自己攻略这片区域 还倾尽全力迎战绿卡翁 听到对方的这种话 身穿重甲的小林 表现出了和这副外表 完全不符的暗息和慌张 突然 三乐想起来 自己原本是要赶到 飞服TCR赴约的 在那之前 要先解决这个区域的BOSS 于是他问塞卡林 这个BOSS是什么样的 对方说 那是一条拥有迷彩色鳞片的飞龙 几乎一直在天上飞 不怎么落地 听到这里 三乐回想起了那段 在兔子王国 被一只毒鸟 六死一百一十二次的 令人痛苦的记忆 塞卡林继续说明 这只怪会夺取 玩家的魔法和武器 因此被命名为 篡夺者之龙 由于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三乐决定速战速决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天亮了 众人还在路上 此时 埃莫尔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他惊讶地问道 这是什么地方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三乐感叹 篡夺者之龙 真是一位强敌 偷走了大家的武器 让他打得有些自闭 幸好由埃莫尔大线伸手 解决危机 然而埃莫尔 完全想不起来这段记忆 邱金倩说 那么危险的事 只有埃莫尔才做得出来 塞卡林说 都怪自己 进入弱化状态了 否则也不会让埃莫尔 冒那种风险 埃莫尔惊恐地表示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西库鲁也在赞美 埃莫尔的致命之魂 三乐还补充到 中途也好几次 埃莫尔差点被吃掉 差点从高空掉下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样的喧闹中 众人终于抵达了 飞服提西亚 一座通往新大陆的 港口城市 是游戏的第二个 起程之地 埃莫尔变成了人心态 邱金倩戴上了面具 三乐问邱金倩这么做 是不是为了 隐藏脸上的诅咒 他表面说是的 但其实那只是次要原因 主要是因为 他不小心在创建角色的时候 把自己的脸 捏成了现实里的模样 三乐疑惑 为什么对方 明明脸上有诅咒 还可以装备面具 对方说 面具属于饰品 而不是头部装备 一旁的埃莫尔 则是又被商店里的 魔法书勾了魂 希望三乐买给他 但三乐表示拒绝 因为刚才已经买了 很多胡萝卜和魔力药水了 然后距离和鲁斯特的 约定时间还有一点空余 所以三乐进行着 接下来的打转 首先要在这里设立地表 一共之后的传送 然后要拜托比拉克 修理刚才 旅卡文一战中损坏的 黄线护币 最后就是准备各种道具 此时 邱尖倩表示 艾莫尔的女人话好强大 于是他问西库鲁 能不能也表演一个 然而 尼泰成背包的对方表示 背包是不会说话的 三乐也回想起了 那两只兔子 只会增加存在感的 逆天尼泰 到底有没有擅长 尼泰的知名兔啊 走进一条 似乎没人的小巷 三乐觉得 这个地方正适合 设置通往兔子王国的传送门 因为不容易被其他玩家发现 突然 旁边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来吧 绝心里的奥米 见到对方的这副打扮 三乐心想 这该不会是什么占卜师吧 但是 待在这种小巷里 根本做不到生意啊 一旁的塞卡林解释道 这是绝心导师阿卡努姆 当玩家达到99机后 会遇到的NPC 通过他可以获得特殊副职业 奥米 相近的职业 会影响技能和魔法的 吸的难易度 而奥米影响的 则是玩家的属性 此外还有副作用 塞卡林自己的奥米叫世界 效果是提升所有属性的补证 同时受到来自技能和魔法的副作用增加一倍 而到底会得到什么样的奥米 则是受玩家的某个参数影响 接着 阿卡努姆驱使不知道从哪来的一张布包裹三乐 只见空中漂浮着许多塔罗牌 阿卡努姆让他抽一张 而三乐抽到的牌是 鱼者 另一边 在某件旅馆里 有两名玩家 收拾东西准备出发 没错 那正是半年没玩这款游戏 之前一直沉迷拿菲利废枯的 鲁斯特和摩尔朵